录音党有没有可能逆势转向 烧向绿营甚至烧向绿营总统府 关键录音党到底说了什么 它的叙述是在高雄的庆夫大楼 是在庆夫大楼里头的一个会面 对对然后跟渔业署的研究员 还有高雄海洋局的王端仁局长等等人 海洋局对王端仁局长 跟渔业署的研究员就是渔业署的官员 对庆夫的陈伟志 庆夫的陈伟志也就是老二二儿子 他们有一场会面 这场会面是密会吗 还是一般正常的公开会议 看起来是密会 看起来是密会 那如果它是密会 就不像是官员会录音的啦 比较不像啦 因为官员跑到了庆夫大楼去 自己带了一个录音机 就会给他录音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 那特别是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 这个录音党烧向绿营 所以可能不是官员录的音 好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录的音 但这个录音带的内容 显示了什么样的关键证据 陈伟志他提到我私下透露 9月27日海军原音波24亿给我 但是海军说没预算 要到明年3月才付我钱 我去总统府沟通 每两天海军又打给我说有钱了 所以这案总统府是很支持这个案子的 要不然会很难看等等 所以关键是在本来他拿不到24亿 他去总统府沟通 沟通以后每两天海军就跟我说有钱了 所以去总统府瞧钱 瞧24亿 这一段的录音 其实我们一般在办刑事案件 这种的录音单方去指数 如果说今天这个录音是一刀毗命 应该是呈现的是他跟总统府的录音 而不是说他在对第三人然后去讲说 我坑进去过总统府 那他里面讲说他去跟总统府沟通 这件事情可不可行 在总统府要录音可能难度很高 因为进去其实不只是要登记 还要你身上带任何东西都是要被检查的 我们过去办过林义士案 就是说在林义士案里面 林义士来里面有说 他说行政医跟三个人在上班 一定有负义一定有跟我 如果说照这种逻辑来讲 是不是整个行政院都在敲中钢托流渣 不是 他一定是说你在里面陈述完之后 你有一个具体事实 譬如说林义士他可能有去敲 那譬如说我们前面检太郎被告 为什么他有两次协调会 他今天讲说他去总统府 其实这个录音里面 他有很明显的瑕疵 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完备 这个是这个陈伟志的录音 他说他有已经勤款24亿元 他当时所讲话的时间 是在105年10月7号 他里面这样子讲 那这样子讲 他其实跟现实不符 为什么 因为今天海军的新闻稿已经讲了 他是在105年11月28号 跟105年12月6号 才去办勤款 所以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虚张声势 好 那我们把时间点先 让观众朋友搞清楚 也就是说他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是在去年的10月7号 对 但其实呢 他是在去年的11月28号 到以及12月6号 这两天才去勤款 所以当时他在里面对官员去讲说 我已经办理勤款了 好像这个钱下来了 这件事情不是事实 他没有说钱下来 他是说 过两天就说有钱了 有钱了跟拿到钱 他办理勤款了 其实里面用语是办理勤款 他没有说办理勤款 然后好 没关系 这一段的事实 其实他当时到底怎么去讲 有没有用这种虚张声势方式 去咕隆这种官员 这个东西可以再检验 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很明显 就是说 好 那这个部分也让文君回应一下 他说的 他在9月27号 因为他跟海军说 他的那个第一艘船壳 已经脱模了 所以他想要勤款 因为他认为他的工进超前 那海军跟他说没有预算 本来跟他说没有预算 可是他说去沟通以后 没两天海军跟他说有钱了 其实不是勤款 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 是没有问题 那有钱了之后 12月16号 他是2月16号拿到钱的 没关系这个时序我认为可以再检验再拿去 好 来来 董好 所以总统府来瞧这24亿有可能吗 总统府有没有可能现在没有人有办法讲 因为是真的有这个款播出来 因为他们讲说金付的第三期款 冻结如果没有记错是 马尾年那时候在立法院有个提案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国防部后还有一个专案报告给立法院 那你在我们如果自己看这一波下来 其实非常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去年520以前 都是属于国民党的时代 马总统的时代 那个就是前面一开始 我们在讲了 就是说那个时候有事 应该都是国民党有事 对不对 可是最近你看到的都是民进党有事 你可以看得出很明显 这个录音带 这么讲 亲父公司自己谁能够录音 就是老二可以录音 就是崇伟智 对前应该是亲父自己录 就崇伟智自己录音 如果这是一场官员 那不是官员还自己录 而且这个录音带 别人也拿不到 崇伟智是自己保管的 因为最近被办 又被交保 然后银行开始抽银根 所以这时候 你如果注意看这一波的动作 大概亲父有几个反扑的动作 所以这是崇伟智的反扑 这个我们没办法确定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是亲父的反扑 第一个前一阵子 透过杂志丢出来的是谁 刘世芳跟邱志伟 刘世芳跟邱志伟都跟银行贷款 像邱志伟就直接讲到他跟台银 那我们记得前面上半段在谈 银行贷款那一段的时候 台银先是赵峰不借 过来是台银不借 然后最后才轮到义营 对不对 所以你在看这一波 这一波在出手很有趣 就是说如果你一谈得标过程 国民党会很难看 因为百分之百是国民党执政 在那个新旧交接的时候 他现在都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民进党的人 而且都是高雄的 刘世芳最近在准备 所以这个阶段已经到纾困过程了 因为他拿不到钱 还不能 这个时间点还没到纾困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庆负都还没有违约 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在瞧什么 第三期24期庆负的缴款都还正常的 我再补一句话 到今天此时此刻为止 就我们今天在录音的这一天 我们在录音的这一天 庆负在赵峰的部分 那个海巡署的那个部分 他的缴款还正常 所以你再注意看 庆负他现在在反复 我指的不是我们一般官方所说的纾困 我的意思是他财务出现了困难 对他在找钱 他需要帮忙在找 应该讲找钱时期 他确实在找钱 那找钱时期就烧向绿营了 他当然找立委帮忙嘛 我那么讲 从赵峰台银一路下来 人家银行不想碰的时候 都有立委去帮忙讲话 立委讲话 有没有一定有事 不一定 可是会难看 所以你就看 我这么讲 清风差大概已经出了三招 第一招就是先把刘四方 他们拉出来 刘四方最近不是要准备 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吗 你是不是很难看 那第二招呢 邱世伟 邱世伟是当地的立委 第二招就是你今天看到的 王端仁 高雄市长 王端仁那一块我们都会再来谈 这是第二个嘛 第二个后面要接第三个是谁 其实当时总统府 当时只蔡英文 所以这一招已经是第三招了 但是回来还是让文君 你注意看 第三招一定是后面要演的 续集一定是这样的嘛 去总统府沟通嘛 大家开始问 你去总统府找谁沟通嘛 王端仁只是个过场 这只是过场 你找谁沟通 谁是中间那个穿真一线的人 我今天有去了解吗 他为什么能够去总统府沟通 没有了解 这些东西我们不晓得 真的 但是这一段录音档 你有去了解到他的背景 人是石地屋的背景吗 其实我们大概有侧面了解了一下 那声音大概也做过比对 你有做过声音比对啊 也所谓的比对是 因为有可能其他人是认识的 那他们大概有去看看声音对不对 然后还有王局长自己也承认 那时候是有到过现场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内容 当然我们希望他理听 我们现在一直 我从去年开始讲 我们是把他当成国家的事 而不是个别政党的事 今天谁上来执政 这个案子国建国照都应该推动 所以我们希望从里面去找 他的问题点 这个可能才是大家要关注的 所以我们再 对 回来听录音档 录音档的内容 其实谈到了两个关键 一个是24亿 是不是透过总统府瞧的 谁能够让国防部过两天 就答应要给钱 第二个关键是 王端仁的角色 还没让我讲 有一个消息 但9月27号 我先去分在海负 那部管理的事业的事业 海负通过预算 跟这个9月27号 都说明明上海负花钱 我来个联络的事业 然后海负 会把外负做得很容易 沟通 沟通料 都能够 那就开始往后期了 所以中共不是很自信這個案子 不然的話 他們會 因為國情過照那麼大聲 他們就能夠燒到美國 燒到美國最大的情況上 白癢出美國 或燒到英國最大的聲納或是 在美國就是要燒到英國 然後國際行動 韓國研究部隊在端然說 他在考慮時間上的問題 你覺得我先聽到 你覺得我這段應該 進步這一邊 然後是把工作出來給你 然後我幫我 要聽說進步這一邊 想要出用這樣的環境 我是想說 那是不是可能 可以必定公開找到這個程序 好 這是錄音檔的內容 對 如果我們再看 所以你今天看到這個錄音 錄音是去年的9月 10月 10月的時候 然後後來沒多久 是有24億播出來 這是事實 因為12月就播了 而且是挪用其他的 軍事預算去那個 在今年 是誰能夠讓國防部 挪用其他的預算 來付給親戶 這個一查就出來 這個跑不掉的 只要是 不管是誰下面 或是國防部 誰作業 那個都有公文 那個不用跑 今年的6月 看這一張 這是陳慶南 親戶的董事長 這個是在基隆 跟小英握手 對 這是基隆 這是林宥昌 基隆市長 他呢 小英去視察的時候 一個演習的時候 他忽然間跑出來 攔住小英 攔叫 攔叫喊冤的方式 陳慶南 跟古時候攔叫喊冤一樣 所以這個畫面很突兀 就是說 這個也就是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面對 就是說 在去 在今年這些事情發生以前 他對內鐵軍的態度是什麼 可是很確定的是 6月的時候 態度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回過來看24億 就24億這個事情 他到底預算 到底該不會該給 這是一件事情 然後 親戶到底有沒有 辦法找到總統府誰 因為總統府有一個好處 大門 不管哪一個門 都有攝影機 不管哪一次電話 都會被錄音 所以呢 陳偉智 陳偉智去總統府 這中間有透過誰 有沒有透過人 而且陳偉智很快 我相信 我相信是有透過人 因為如果照你剛剛的照片 我們再給觀眾朋友 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如果一個人見總統 而且求救 他要藍叫的方式 還要用藍叫喊冤的方式來求救 顯然他跟小英是不怎麼熟的 對 那他可以直接這個人呢 他可以直接到 剛剛那時候老爸嘛 他兒子呢 可以直接到總統府去溝通 這中間沒有一個關鍵的 穿真一線的人 是不可能 可是最奇怪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陳偉智兩個兒子 大兒子呢 是送凱笑 二兒子呢 是送國民黨 以前的實踐研究院 他兒子其實是經營的是藍軍的關係 然後怎麼會是 他二兒子跑去 這個小英的總統府 那 會因為他主導烈雷降案 對 所以他現在會馬上會面臨一個問題 關鍵錄音帶必須要完整 所以高雄的檢警 可能馬上要收手 好 好 好